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6月15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稿文播报 我是Terry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TSB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 揭秘了一次惊心动魄的事故 两架加航的班机曾经在多伦多皮尔逊机场 同意跑道起飞 险些相撞 交通安全委员会在当天发布了一份新闻公告中称 2020年3月7日 两架飞机在多伦多皮尔逊机场跑道上相遇 导致的跑道侵入和碰撞风险 过程中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2020年3月7日上午9点48分 一架加航的Embria 190客机在机场06L跑道上准备起飞 这架飞往单幅的飞机上载有83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 该客机在跑道上开始加速后不久 一架加航的波音777被指示在同一跑道上排队准备起飞 这架飞往哈利法克斯的飞机上有345名乘客和14名机组人员 两架飞机上共有446人 不料Embria 190在跑道上行驶时撞上了一只鸟 于是机组人员启动拒绝起飞的程序 并通过无线电报告了此决定 但是空中交通管制和波音777的机组成员 并没有停到该无线电的呼叫 因为波音777的机组人员正在以相同的频率 回读他们的起飞许可 于是管制员在不知道Embria 190撞鸟的和拒绝起飞的情况下 给波音777发出了起飞许可 这时波音777开始加速 按报告称 波音777当时的速度已经达到了每小时231公里 两架飞机之间的距离仅仅约1.5千米 千军一发之时 波音777的飞行员看到了Embria 190人在跑道上 于是当即立断也启动了拒绝起飞的程序 该报告说 该两架飞机最终都离开跑道并返回航站楼 过程中没人受伤 两架飞机也都没有损坏 报告称 调查发现Embria 190在加速超过50节后 其转发器发送了飞机正在空中的信息 虽然这符合现行的标准 但传输的空中状态不准确 因飞机仍在起飞跑道上并拒绝了起飞 NAV Canada的跑道侵入监测和冲突警报子系统 使用这些不准确的数据导致了延迟和不准确的警报 从而延迟了空中交通管制员对碰撞风险的反应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表示 波音77机组人员及时拒绝起飞 才使碰撞风险得以缓解 好在加拿大这次的事故没有酿成惨剧 也给加拿大航空安全敲响了警钟 目前全加拿大主要机场出现了可怕的人龙和延误 机场流量与航空公司的经营主要受到人手短缺 较长的检查时间 游客过关时间长 即反复出现空中交通管制的影响 昨天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解除新冠疫苗接种令 不再强制要求境内和境外旅客接种新冠疫苗 联邦此次解除新冠疫苗接种令 可能会缓解机场排长队的现象 除此之外代表全国机场安检人员的工会还表示 加拿大航空运输安全局会向机场工人提供每周200元的奖金 前提是他们今年夏天不请假 包括病假 CATSA一个发言人表示 奖励措施是确保在繁忙的夏季旅行季节里 一些机场人手充足 此外机场安保外判的工作的第三承包方 他们表示如果员工准时上班 而且不请病假 公司会给他们提供奖金 只要符合所有的条件 奖金会在三个月后支付 他们还会给予每月500元的奖金 然而工会认为 这不是解决员工短缺问题的正确方法 因为员工加班 缺乏休息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疲劳和伤害 甚至会导致整体离职率增加 更可怕的是 会不会因为员工缺乏休息而导致更多的意外和事故呢 但愿不会 希望接下来机场的繁忙有所缓解 所有人都能旅途平安 曾作为童星出演过电视剧 Riverdale的加拿大演员 瑞恩·格兰瑟姆 日前被判 谋杀母亲罪名成立 他还在庭上透露 曾计划刺杀特鲁多 和到SFU大学制造大规模屠杀的计划 今年3月9日 24岁的格雷瑟姆 在BC省高等法院 被判二级谋杀罪名成立 本案发生在2020年3月31日 检察官表示 格雷瑟姆朝64岁的母亲的后脑勺开枪 当时他的妈妈正在BC省的 Squamish的家中弹琴 在事发的第二天 当母亲的尸体倒在血泊之中时 格雷瑟姆带上三支枪和弹药 开车前往了沃泰华 他在日记中写道 当时他要去行刺总理特鲁多 在后来警方的审讯中 他也提到了这一点 不过在离开BC省前 格雷瑟姆改变了计划 他开车掉头 打算去温哥华的Lysgate Bridge大桥 或他所读的SFU大学 制造大规模的暴力屠杀案件 日记中提到 后来他在当天晚上向温哥华警方自首 说我杀了我的母亲 格雷瑟姆从9岁开始出演过多部电影和电视剧 法庭文件显示 格雷瑟姆描述自己在案发前 曾饱受煎熬 感到自我厌恶和没有希望 他在学校也过得很不顺利 吸食大量的大麻 对失败感到愤怒和焦虑 还曾试图自杀 在案发前的前一天 他还曾用GoPro摄像机 拍下了自己谋划犯案的过程 当时他不止一次持枪靠近自己的母亲 第二天傍晚 他的姐姐丽莎格雷瑟姆 因为母亲没有回电话和短信 而前往家中查看 这才发现了母亲的尸体 丽莎表示 这起事件过后 她的人生发生了巨变 当唯一的手足选择 对从背后杀死我们的母亲 我就再也无法相信任何人 根据规定 二期谋杀罪名成立 就意味着自动被判处 终身监禁 前公关呼吁法官判处格雷瑟姆 至少17或18年不得假释 格雷瑟姆的辩护律师 尚未提交意见 法庭随后会进行量刑宣判 加拿大统计局周二表示 在石油和煤炭产品 汽车和初级金属行业增长的带动下 加拿大4月份的制造业销售额增长 1.7%至723亿元 经济研究公司Capital Economics 的加拿大高级经济学家布朗表示 这一增长意味着制造业销量 现已超过大流行前的峰值 布朗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虽然汽车行业的复苏 看来在5月份停滞不前 但4月份未完成订单的强劲增长 加上5月份标准普尔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的改善 依然预示着产量将进一步增长 由于航空产品和零部件 金属制品和汽车的增长 4月份新订单增长3.1%至752亿元 而未完成订单的总价值增长2.9至1.039亿元 这是2020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布朗继续说到 更进一步 尽管快速上升的利率 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打击需求 但是商品价格处于高位 显示加拿大的制造业 应该比其他地方表现得更好 加拿大统计局周二表示 在油价上涨的帮助下 石油和煤炭产品的销售额 在4月份增长3.7% 达到101亿元的新高 与此同时 4月份汽车销售增长8.2%至45亿元 而初级金属销售额增长4.1%至62亿元 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增长了11.2% 达到16亿元 由于价格走低 木制品销售额下降了6%至45亿元 以调整后的币值计算 木制品销售额下降了1.3% 4月份纸制品销售额下降7.9%至25亿元 加拿大最大的私人抵押贷款公司之一的 Magenta Capital Group 宣布暂停办理新的贷款申请 直到9月 原因是贷款需求太火爆 该公司前几个月 已经完成了全年的放贷指标 目前已经无款可贷了 据环球邮报报道 Magenta Capital给经纪人客户 发了电子邮件通知此事 对于在大流行房地产繁荣期间 业务发展迅速的待方来说 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举动 在不久前 加拿大央行将基准利率 在上调50个基点后 不到一周 Magenta Capital就宣布暂停贷款了 利率的急剧上升 使借款人更难从大银行获得贷款 转而求助私人贷款公司 这些贷款公司 汇集投资者资金来提供贷款 并且不受大银行的贷款限制 在6月7日给客户的电子邮件中 Magenta表示将不接受 任何需要在9月1日之前 获得资金的新申请 但没有明确的说明原因 私人贷款公司说 业务增长过快 并表示超出了市场的预期 Magenta的首席运营官 Arbor承认了这种中断 他说 我知道这给经纪人和客户 带来了不便 该公司没有回应多个评论请求 贷方可能需要喘口气 因为抵押贷款需求超过了 其可贷出的资金量 而投资者没有投入足够多的新资金 来满足需求 Magenta电子邮件中称 今年业务是成功的 并表示极其有利的市场条件 公司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 该公司成立于1994年 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的MIC之一 管理着4.3亿元的抵押资产 根据联邦抵押贷款压力测试 从银行借款的购房者必须证明 他们能够比至少合同利率高 两个百分点的利率偿还贷款 过去一年 传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成本翻了一番 这使得压力测试变得更加困难 根据央行的数据 上周五年期的固定抵押贷款利率达到4.41% 这意味着根据压力测试规则 借款人必须证明 他们能够以6.41%的利率还款 但是从私人贷款公司借款 则无需压力测试 River Rock M.I.C.的首席执行官Nick表示 当利率上升时符合条件的人就会减少 因此我们就获得了更多的业务 千呼万唤 温哥华港湾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报报 我是Serena 用粤语陪你及时追踪 大温新闻热点 一起关注世界大小事 星期二到星期六 粤语新闻定时放送 温哥华港湾粤语台 和你粤语关心大瘟语世界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好了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的节目